23号的早上 当时我进厨房 正准备给我儿子烧早饭 发现电饭堡起火了 当时电饭堡是什么样一个城市 当时电饭堡已经烧了 就火已经有点大了 电饭堡的哪个位置在烧 是右侧吧 我当时是用水铺的 后来铺了一半 他爷爷在家 他爷爷过来帮忙弄的 后来我们就整个 因为地上没有另外的东西 我们整个就扔到地上来了 这个电饭堡是张女士 在鲸鱼路江南时代购物中心 这家世纪莲华超市买的 花了1699块钱 现在右侧和后侧的外壳 都已经烧毁 部分融化的塑料 粘在电饭堡内部线路上 不过内胆看上去还是好的 他说买来后 21号煮了一次米饭 用着挺正常 没想到23号早上出了事 当时电饭堡有没有在使用 没有在使用 电有没有通 没有通 他那个电饭堡 他有一个跟钟一样的显示的东西 他是没有插上电 他也是一直这个时间在跳的 我进厨房火已经烧起来了 你放电饭堡这个位置 周围有没有其他的火源 没有 这是我们家厨房 然后我们家的被烧掉那个电饭堡 是放在这里的 离这个煤气罩呢 大概是40公分左右 30几公分 40公分不到一点 然后当时呢 其实这整一个插座是没有插的 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 这四个插座都是很干净的 没有插电源 附近也没有明火 电饭堡怎么会烧起来 带着疑惑 我们陪着张女士再次找到 渔航江南时代中心的世纪莲华超市 我这两天做梦都梦见这个事情 他们反而就是推来推去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结果 我们也在跟供应商联系 厂家也在积极的配合 他这个事情 那些到底也 也就是说想去证止一下 这个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记者联系上经销商的一位沈经理 他说这件事自己了解过情况 张女士表示 当时电饭堡没有再使用 厂家的初步反馈是 可能距离明火过近 但张小姐后来又跟我讲 就是可能当时没知道也没开 那所以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电饭堡里面除了塑料件 还有就是电路板和一颗扭钩电池 可能它要自燃有点难啊 因为塑料要它自燃的话 它的燃点是有要求的 在大自然环境下 塑料是不会自燃的 沈经理说 电饭堡的说明书上写了 不得在火源附近使用 自己在公司15年还没有碰到电饭堡无故自燃的情况 钮扣电池在电饭堡的前端而燃烧是在右侧和后侧 她看了张女士手上事发当天的视频 电饭堡右侧是煤气灶 煤气灶上放了一个锅里面有玉米 锅盖内侧看上去有水滴 这个明显是锅沸腾以后产生的水蒸气凝结在锅盖上面的水滴 而且电饭堡旁边都是有一些塑料融化的情况 不是烧黑的 是融化的 融化是高温造成的 不是着火造成的 这个玉米我是晚上放进我还没有煮 水滴 所以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煤气灶离火源最近的这个煤气灶 其实我们是长期不用的 因为它是坏的 可以开心 放了之后 然后自己会灭 张女士强调自己当天早上没有用过煤气灶 幸好那时自己进入厨房看到电饭包起火 如果家里没人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厨房的墙上柜子还有客厅都被熏黑了 就火时家人胳膊上也有灼伤 希望超市能够把这个电饭包退掉 同时赔偿2万块钱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跟供应商的话还没有达到那些 就是说三方是还没有达成一致嘛 这个的话我们肯定是会那些也会去跟厂家去证实一下 这个那些到底是怎样的产生的 肯定也会去检测一下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款电饭包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然后产地是在日本大晚 那么我们愿意把这个东西 就是寄回他们那边的工厂去做一些检测工作 但时间会有点长 厂家给的回复可能需要一个到一个半月 相应厂家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检测可以公司来做 也可以是张女士找第三方来做 张女士打算和家人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188黄剑记者报道 188黄剑记者报道